2023年已经接近尾声了 小代接下来预计还会有三战赛事要参加 分别是11月的熊本大师赛和中国大师赛 最后就是12月的年终决赛 其中2023熊本大师赛 是第一次举办 相信对各家好手来说都别具意 我们先来看看小代签表的状况 这次熊本赛小代排在了下半区 可以说算是不错的签表 因为三口签这次依旧因尚无法参赛 所以 整个下半区小代最大的劲敌 应该就是李美妙和冬中了 一千表看来 小代这个半区 最难打的对手应该就属于16强 及高几率会遇到的李美妙了 顺利闯过16强的话 8强赛预料将会对上美国的张贝文 4强赛的对手金家恩 冬中或是布商篮都是可能的人选 无论4强遇到的对手是谁 小代都占有一定优势 只要稳定发挥 要闯进决赛相信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而上半区则是竞争相对激烈的许多 除了有星度 马林 陈宇飞之外 安喜盈也尚欲付出 当然上半区最有可能挺进决赛的 还是以安喜盈最备看好 不过 连续拿下两座冠军的陈宇飞 也是有机会闯进决赛 上半区预测4强人选 安喜盈 星度 陈宇飞以及马林 借此上半区的战况 应该会特别的激烈 大家就期待这次小代的表现 一起为小代加油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